三月底才刚见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天又会见中国资深外交官宋涛 并设宴款待宋涛率领的中国艺术团 显示金正恩在三月密防北京之后 跟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 朝鲜第一夫人李学祖 现身万寿台艺术剧场 出席观赏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《吉塞尔》 金正恩虽然没有出席 却仍然热情接待率团前往访问的宋涛 两人在平壤会面 宋涛转达习近平的问候时 金正恩也表达问候之意 双方同时针对深化关系交换看法 金正恩还表示 他想借由进一步强化双边关系 让两国的友谊进入新时代急需的崭新发展阶段 中国艺术团13号抵达平壤 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先是金正恩的包妹 也就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以及劳动党副主席李朱庸到廷基平亲自接机 之后宋涛又受到金正恩热情设验款待 这种种的一切让人很难想象 就在去年宋涛访问朝鲜的时候 竟然被金正恩拒荐吃了闭门羹 如今宋涛受到朝鲜如此高规格的接待 显然中朝关系正在快速升温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